发现台湾又被点名了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非常的关心大陆对台湾的行为 跟重点交给真柔 好 这一节美中角力战持续带您来聚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他日前是在接受美国媒体NBC专访的时候 他就回应到了对台问题 他表示说呢 华府是很认真关切大陆对台湾的行为 他更警告说重话了 他说呢如果有人呢是要靠着武力改变西太平洋的现状的话 会犯下严重错误 布林肯更表示说 美国会长期遵照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 跟维持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 但是呢他说呢如果被问到了 假如说大陆如果真的对台湾有一些武力行动的话 美国会采取军事回应吗 不过呢布林肯是非常避重就轻 他就有说呢不会对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做出评论 但是呢现在针对台海到底会不会爆发战争 最近常常成为一个关注焦点 你还记得吗 之前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 他也这样子预测 他说呢大陆侵台恐怕在未来十年 甚至呢会倒退到未来六年都会发生 但现在美国就有三个智库学者了 他们联合投书法新社 分别是葛来仪普瑞哲跟何瑞恩 他们是呼吁说外界不要再炒作台海战争这样的风险了 因为他们认为呢这样子只会有助于中国大陆 还说如果美国执政者是真的想要帮助台湾的话 不应该只有关心这一些军事威胁 更是要协助美台经济现代化跟台湾贸易关系多样化 这样呢才可以真的帮助台湾站上世界舞台赢得尊重 但我们说到这布林肯啊对大陆的强硬作风 似乎呢从这个美中峰会之后就有一点点改变 好像呢很多人也都想起说 他是不是在延续前国务卿蓬佩奥呢 好蓬佩奥其实他在任内的时候 也推出了多项友台政策 包括了取消像是美台官员之间的交流限制 而最近呢大陆禁止这个台湾凤梨进口 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蓬佩奥呢他其实就在他的推特上头 贴出了这张照片 好看起来很悠闲 他在家里穿着居家服 一边下着夕阳旗 一边吃着这个凤梨干 这个凤梨干呢其实还是台湾的凤梨干 上面有写着中文 其实呢外界就分析说 他好像就是在暗示说 大陆被僵了一军很故意哦 外界也就说呢 他这张照片呢当然不是随便popo 是呢想要表达了他的反中的意味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了 这个美军呢昨天有公布了这一张照片 它是呢马斯廷号驱逐舰航行的照片 但是根据这张照片呢你可以看到啦 除了说他们在这个军舰上头 附近呢还有一艘军舰 后来证实说这一艘军舰 其实就是大陆的辽宁号 那么照片中的美军舰的舰长呢 他们其实是很放松的这样在监看 还翘脚 看起来呢真的很像是在看电影 不是在监看哦 好他们就这样子看着旁边的辽宁号 其实南华早报现在就分析了说美军这样的举动呢 是在对大陆进行所谓的认居战 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说 我们是在盯着你们看哦 而学者就分析说了 这照片啊氛围看起来非常的悠闲 感觉就是像是在那种很日常的下午 这样很放松的感觉 不过其实整个画面呢 都是经过设计布局过的 因为美军呢想要传达的出的 这种想法就是说 不把解放军当作威胁这样子的讯息 给外界知道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南海呢 现在情势也是蛮紧张的 菲律宾最近就有大批的船只 是抗议大陆 他们抗议什么呢 抗议就是在南海牛二郊一带 这里呢其实是非国的经济海域 非国是希望说北京在这里撤船 那么其实呢 目前也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哦 那菲律宾的参谋总长就宣布了 要跟美国来举行 为期两周的联合军事演习 非国跟美国的防长 就通过电话的会议了 两个人呢都希望可以恢复这个演习 这演习呢去年是因为 疫情的关系停办的 不过今年呢会恢复这样的演习 但是规模也会比较小 就1700名士兵会来参加 那么双方的防长也就说了 他们的通话的内容呢 除了讨论联合军演之外 当然也会讨论到 现在的南海情势 以及如何保卫这个 区域安全的发展 再来就是这一周最重要的 国际大事了 也就是美日双方呢 即将举行了峰会 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呢 他即将吃药到白宫 来跟拜登总统来会面 双方会谈些什么呢 好现在呢大家都在猜 当然除了现在很重要的像是 气候的碳排 气候变迁 还有半导体的供应链 等等的议题了 现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平洋呢 最近吵得很热 也可能双方会来聚焦 而日媒也分析说了 可能也会提及到我们台湾哦 好日媒呢就说呢 这会谈当中可能也会提及说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而预计呢这一场峰会之后 也会签署一个联合的文件 那么现在日本首相金义伟 他在访问完美国之后 他还有下一个动作哦 现在有日媒就说了 他在这个访问之行结束之后 月底他即将要到印度 因为呢他希望加深 跟印度总理莫迪之间的合作关系 也加深两个军队的燃料 跟粮食的互通 当然这一些动作 其实就是在牵制中国大陆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美中角力战 这一节的美中角力战 这一节的美中角力战